亲爱的弟兄姐妹 今天早上很荣幸跟大家在一起 祈求主能够祝福我 我的眼睛跟以前不一样了 我去看了眼科医生 那我看不到提慈器了 所以我就尽可能地讲吧 我喜欢跟你们分享一些事情 就是我最近想到的一些事 我看到我在内心里面 想到约瑟斯密先知 在过去几个月想到他 我坐下来思考这件事情 想到他荣耀的使命和责任 身为先知的责任 在这个福音的 丰满的福音期 圆满的福音期 身为耶稣基督教圣徒教会 后期圣徒教会的成员 当时约瑟是个小孩子 他想要知道该做些什么 让他的罪能够得到宽恕 他鼓起勇气 来到家中附近的树林 在纽约州的泡麦拉 在那里跪下来祈祷 然后他自己 第一次出生的祈祷 在那个情况下 约瑟跪下来 就是我们目前所称的圣灵 在里面 那时天开了 有两个人物 像正午的阳光这么强 向他显现 其中一位对他说 约瑟 这是我的爱子 听他说 因此就开启了 圆满福音期 耶稣基督的圆满福音期 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 救赎主 他对这位男孩 约瑟说话 开启了这个福音期 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福音期 我们唱 赞美先知 这首歌 唱到 与耶和华 相通达的人 我们感谢主 因为有约瑟先知 感谢他有勇气 走到圣灵里面 在1820年 在他的家 泡麦拉附近 我不断地想起 约瑟的这些事情 我知道我们目前所拥有的这些 我们的了解 关于生命的目的 以及我们的身份 我们知道神是谁 救主是谁 因为有约瑟先知 由于他在男孩的时代 走进树林里面 我们才能够了解这一切事 他那时候 走进树林里 要寻求罪的宽恕 我感谢 这最荣耀的 史上的最荣耀的事件 让我们知道 天父和耶稣基督 向约瑟显现 在这个后期时代 把约瑟 显现 显示了 耶稣基督的圆满福音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我今天早上 可给我的见证是 我们 多么的 受到祝福 我们蒙福能够知道 我们所知道的一切事情 就是由于 约瑟斯密 这是最后一个福音旗 的先知 我们有摩尔门经 是多么 是多么一个宝贵的礼物 给我们这教会的成员 是耶稣基督的另外一部 约瑟见证了他 我们有摩尔门经 是因为约瑟 是因为约瑟 他得到金叶片 他受到启发 借着神的力量 给他启示 让他得到金叶片 这是给 世人 的 对耶稣基督的 另一部的见证 今天早上我要传达的信息是 我的信息非常简单 是 对约瑟斯密的 充满的爱 以及 我们都愿意支持 今天早上要 对他的母亲 致敬 迈克路西 是多么伟大的女性 他 告诉他的母亲 在圣灵里面 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也感谢他的父亲 还有他的兄弟姐妹 他的一家人 都在这件事情上面 支持他 支持他这项 重则大任 神给他的重则大任 成为一位先知 来复兴 耶稣基督 圆满的福音 在这个世上复兴 所以今天早上 我的见证就是 我知道 耶稣基督 是 这世上的救助 救赎主 我也知道 我们的天父 以及耶稣基督 以及主耶稣基督 向 约瑟 祂的使命显现 对他说话 准备他成为 先知 复兴这持久福音的 圆满的福音 我感到这件事情 让我惊奇 我知道你们也是 就是我们多么梦福 知道这一切事情 关于我们人生的目的 我们为什么在这里 我们每天生活当中 应该尽力去做到什么事情 一起 在这准备自己的过程当中 一天一点点 变得更好 变得每天更加仁慈 做更好的准备 等到那一天的来临 让我们都能够 见到天父 以及主耶稣基督 对我来说 我离那时候 一点一点接近了 我要95岁了 我的儿子孙子觉得我更老 但是我尽我的能力 弟兄姐妹们 过去50年来 我有特权 能够到世界各地 来履行我的使命 履行 身为总会 持有权柄人员的责任 这件事 祝福了我 我想我去过几乎世界上的各个地方 我多么的爱你们 在世界各地的成员 能够亲眼看到你们的面孔 感受到你们的Law 你们对主的爱 以及对耶稣基督福音的爱 愿我们的天父 看顾我们 以及看顾我们 在整个总会大会的过程 愿主 藏住我们心中 让我们常 喜爱耶稣基督的福音 我们的救主 救赎主 对祂的爱能够增加 我们对祂 服务祂的承诺 努力 尽力 遵守祂的诫命 变得越来越像祂 在现场 还有参与的总会领袖 不论你们在哪里 愿主祝福你们 愿祂的祝福 跟我们同在 让我们感受到 天上来的力量 让我们一起崇拜 一起在总会大会 我留下我的见证给你们 我知道 耶稣是基督 祂是我们的救主 我们的救赎主 祂是我们最好的朋友 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祂是我们的救赎主 我们的救赎主 祂是我们的救赎主 我们的救赎主